今天是香港区议会选举后的第一个星期天 不过局势依然不平静 今天共有至少三场集会接连登场 而且全都获得了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 那这三场集会中 有一场是由亲中国人士发起的 其他的则大多支持泛民主派 有的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 有的感谢美国力挺香港 也有一场是反对警方过度使用催泪弹 是的 那么今天一早 一群亲中国的香港人 高举中国的五星国旗及香港旗帜 他们高唱中国国歌 强调香港是中国的 由不得美国插手 还有集会者批评特朗普立场反复 靠心情和情绪来打理国家 在这同时 另一场集会则名为孩子不要催泪弹 集会者在中环的爱丁堡广场聚集 一路游行到政府总部 控诉警方过度使用催泪弹 影响孩子健康 会令到比如那些小朋友 那些家长未必带他们出街 因为有出来的影响 又或者如果射到入屋 会有些小朋友有濕疹 其实都很滋扰 又会滋扰小朋友 又会滋扰到大人 整个日常的社区运作 就会好像因为你有出来的烟 而停了 可能不敢出街 现在就算是一些化学 就是有一个化学的专家 也都会说没分析到 他都不知道会残留了 在一个社区那里影响多久 所以因为他不公布的成分 令到很多人都有那个恐惧 除此之外 在一场感谢美国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集会 中午也登场 集会者从遮打花园 游行到美国领事馆 示威者高举美国国旗 还有人打扮成特朗普 按照计划 今天下午还有一场 更大规模的 莫忘初心大游行 是由民间的素人发起 目的是要提醒大家 在去议会选区之后 别忘了最初目的 同时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 媒体引述消息指 香港警方认为 总部能不断地反对游行申请 因此今天的多场集会 都获得了不反对通知书 民政计划这个月8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天 举办的大集会 也有可能会获得批准